据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报道 欧盟提议制裁的七家中企 包括两家大陆公司 三合成半导体和金派科技 以及五家香港公司 这是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欧盟首次提议 对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其中一些公司已经被美国作为制裁对象 欧盟指控 三合成半导体公司试图规避出口管制 获取或试图获取美国原产物品 以支持俄罗斯的军事或国防工业基地 美国财政部此前还表示 金派科技向俄罗斯提供 包括巡航导弹制导系统在内的国防应用微电子 并向俄罗斯军工企业多个实体供货 欧盟的制裁提案随即引起中共的强烈反弹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称 北京反对以中俄合作为由 对中方实施制裁 中方将采取坚决行动 欧盟还提议扩大向俄罗斯出口物品的禁止范围 并寻求更广泛的解决规避制裁的问题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一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一维合报道